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境还是不错的 在县城之中读书 如今虽说没有考中功名 但是也被众人寄予厚望 这王轩同窗好友不少 平时一起吟诗喝酒 倒是经常聚会 正在家中被占苦读的王轩 日上三甘刚刚起床 揉了揉脑袋 皱了皱眉 有些疼痛 昨天一帮同窗好友聚会 在县里酒楼之中 喝了一个多时辰 还是被人用马车送回来的 真的是喝多了 现在还在头疼呢 穿好衣服就走了出去 老母亲正好看到 埋怨道 轩儿 叫你少要喝酒 你偏不听 每次都是烂醉如泥 这可是伤身子的事儿啊 看到母亲 王轩呵呵笑道 娘 您就不要操心了 都是同窗好友聚会 不喝酒哪能尽兴啊 母亲无奈 说道 说了你也不听 等着 我去给你做些吃的 说完 老母亲就去了厨房忙活 王轩开始洗漱 随后吃了东西 便开始读起书来 这王轩的父亲 乃是一名良店的掌柜的 所以家境还是不错的 不用王轩担心什么 可以安心读书 就在吃过午饭之后 门外却是传来了喊声 请问这里是王轩的家吗 母亲年岁大了 此刻正在午睡 倒是没有听到 可是这王轩正在读书 倒是听得清楚 心想这是找自己的 于是便走了出去 院门没有关 但是那人也没进来 而是等在了门外 见到王轩出来 这人拱手道 阁下可是王轩 王轩看了看 来人三十许的年岁 虽说穿着不俗 但是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下人 或者管是一类的 盲拱手道 我就是 你是 那人笑了笑 说道 我家老爷乃是辞任的李玄李大人 本是平常的王轩 在听到李玄的名字之后 顿时就是一愣 瞬间就想到了是谁 赶紧拱手道 原来是李大人的家人 不知找我何事 这李玄乃是辞官归家的一位金官 据说曾经做过四品官 人脉很广 此人的家 乃是离此十五里的落叶镇 对于读书的众人 都知晓 很久以前 王轩和众多好友 还曾去拜望过此人 只是那次没有见到此人而已 所以一听到是李玄的家人过来 这王轩才会如此惊讶 随即变得恭敬了些 那下人笑道 王公子 我家大人听说了 你闻才姚德 特吩咐我过来 请公子明日过去赴宴的 听到这里 王轩顿时有着狂喜之色 自己虽说有些名气 但是却是没有功名在身 人家一个辞任的高官 请他赴宴 这何止是看得起他 简直是高抬他了 赶紧拱手道 多谢李大人了 在下明日定然赴约 那下人继续说道 时间就定在明日午时了 还望王公子莫要晚了 说完此话 这人便走了 看着离去的此人 王轩有些心潮澎湃的感觉 赶紧进去 将此事告知了母亲 母亲听罢 也是为他感到高兴 为此 还专门换了一身心袍 看着道士玉树临风 次日 吃罢早饭之后 王轩便上路了 十几里 也不见了 为此特意过了一辆旅车 昨晚很晚才睡着 因为亢奋 即使此刻 王轩嘴角还洋溢着一丝的喜悦 今天的天气有些阴冷 所以路上的行人不多 走到一处河边的时候 这王轩正好看向外面 一位老汉 正在钓鱼 带着斗笠 坐在岸边 倒是悠哉 王轩见此 顿时有着微笑 竟是有些羡慕老汉如此的逍遥自在 应该是有鱼了 老汉急忙提起鱼竿 但是一个不注意 这老汉竟是一头栽进了水中 看到这一幕 王轩顿时大惊失色 急忙从车中窜了出来 朝着岸边飞奔而去 赶车的老汉不知道 见此都傻了 王轩到了岸边 此刻的老汉在水中扑腾着 口中喊着救命 看来这老汉虽说会钓鱼 但是却是不会水 王轩不假思索 竟是直接跳入了水中 朝着老汉游去 这王轩从小就学会了游泳 倒是水性不错 到了老汉进前 从后被抱住 将其拖到了岸边 老汉呼呼喘气 喷出了几口水 才缓了过来 见此 王轩才松口气 那老汉赶紧说道 多谢小哥救命之恩啊 老汉我给你磕头了 说着就要磕头 王轩赶紧将其扶住 说道 不用客气 正巧赶上了 哪有不救之理啊 说完 就要起身继续赶路 但是刚走一步 确实停了下来 一身都是透了 这么去赴宴 可是对主人的不尊敬了 正在为难之时 老汉似乎是看了出来 说道 公子为了救我 一身衣服都是透了 不如去老汉家里烤烤火 将衣服烤干再上路如何 听到此 王轩斟酌了一番 时间倒是来得及 只得点头道 那就麻烦老人家了 老汉领着王轩 去了不远处的村落 老汉的家 十分普通 只有老半一人 说是儿子不在这里居住 随即弄了一堆柴火点燃 王轩将外套脱下 坐在旁边烤火 内衣确实不变 只能是靠近火堆 老汉随意问道 公子此去为何啊 王轩说道 哦 那落叶镇的李玄礼大人相邀 我乃是去赴宴的 老汉听了之后 确实默不作声了 见此 王轩倒是有些不解 不过倒是没问 那老汉迟疑了片刻 说道 恩公救我一命 老汉有一言 还请恩公谨记 王轩不解 问道 还请明言 老汉说道 赴宴时切莫喝酒 可保你无事 听到这里 王轩有些不解 便要询问老汉 但是老汉说完之后 竟是不再多言 即使问了 老汉也是不加解释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衣服也干了八成了 虽说外套有些脏和皱吧 但是也能穿了 出去之后 随着车夫继续前行 不过这一路上 都在琢磨老汉所说 究竟是何意 实在是想不通 但是老汉一有所指 其中定是有着隐秘 赴宴别喝酒 难道是酒中有毒 但是想了想 人家身份那么高 想必不会害他 很快就到了落叶镇 车子直接到了这位 李璇的门前停了下来 刚下来的王轩 却是听到一人喊他 王轩 你也来了 抬头观看 来者乃是他的同窗 前几日喝酒还在一起呢 见此 王轩拱手 李兄你也过来了 两人到了一起 结果又是一声呼喊 来者又是一位同窗好友 几人彼此相识 都明白了 这里辅导士请了不少人 几人一起走了进去 果然在大厅之中 看到了庶民城中的青年俊杰 都是读书人 王轩看了看 确实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这些人 竟然都是未婚的男子 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故意如此 将此事压下 不再多想 众人相谈正欢的时候 一位年老的管事出来了 说道 诸位 我家老爷已经备下酒席 还请诸位入席 众人有些不解 但是不敢多说什么 随着管事去了一间大房间 里面已经摆好了一桌韭菜 来的人 正好是十人一桌 众人围坐一起 那老者也坐了下来 说道 诸位 家主本是打算亲自过来 但是临时有事 便由老朽做陪了 诸位不必客气 尽管吃喝 一名男子 着实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 问道 管事 不知李大人唤我等过来 所为何事啊 几人顿时安静下来 盯着此人 这老者听了 却是笑道 大家先喝酒 酒宴过后 自会告知诸位 大家没辙了 下人开始忙活起来 大家这就吃喝了起来 这管事倒是谁都照顾到 爱个真酒劝酒 到了王轩这里 王轩却是拱手道 真是不好意思 在下今日感染了韩正 浑身难受 郎中交代了 不能喝酒 否则症状难控 恐有性命之危啊 听到此话 那管事确实无奈了 韩正在古代 弄不好可是会出人命的 所以也不好相劝了 王轩感到事情诡异 正好找个借口不喝酒 不过其他人倒是酒到杯干 十分豪爽 这一顿酒宴足足喝了半个时辰 才结束 十个人 王轩没有喝酒 其余九人 都喝醉了 不过只有一人 醉得不省人事 下人进来 将那人架走了 愚者被带到了大厅之中 王轩总是感觉不对劲 跟那管事说道 劳烦管事跟李大人说一声 我这浑身难受 还是回去养病了 那管事看了看他 最终点了点头 这王轩独自一人 离开了府邸 那车夫还没走 赶紧上了车 朝着原路返回 心中确实有着不解 不明白这里府究竟是何意 为何要请他们赴宴 回去的路上 经过老汉的家 想了想 王轩还是走了进去 看到进来的王轩 那老汉顿时露出了笑意 说道 可是赴宴结束了 点了点头 王轩不解道 还请老人家教我 这里府为何请我等 前去赴宴 老汉想了想 说道 你可知那里轩的女儿 在前日过世了 皱了皱眉 王轩不解 问道 他的女儿去世 与此事有关 老汉继续说道 当时老汉我却是偷听到了一些内幕 那里轩的女儿十六的年纪 还没有婚配变死了 有人建议她 给女儿寻个人家嫁了 说到这里 王轩带着震惊的表情 盯着老汉 老汉叹道 所以才会请了些没有成亲的书生 便是为了选须啊 不过此事若是直接说了 谁也不会同意 毕竟这是与死人接亲 日后的大好前途就毁了 谁喝醉了 那么便是此人了 所以我才会提醒公子 莫要喝酒啊 听到这里 王轩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好玄啊 若是真的被选中 那么这一辈子真的是毁了 虽说成为了李轩的女婿 但是这种可是配英婚 好说不好听 也这是名义上 日后麻烦是不少 总之 没有一丝的好处 想到这里 王轩顿时对着老汉 鞠躬倒地 那老汉赶紧阻止道 不可啊 若是没有你 老汉我可是连命都没有了 王轩起身 带着庆幸 回家了 果然 几日之后打听到 那位醉酒的书生 竟是真的娶了李轩 死去的女儿为妻 王轩暗自感叹 这或许就是好人有好报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